如果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更健康 提升食物的品质 同时缩短食物的里程 那么促进更多的社群连结 同时增加更多的生物多样性 也让儿童可以更了解食物 并透过土地跟自然的连结 那么你会有兴趣知道吗 那就是可食地景 可食地景简单说呢 就是在我们都市化的地区里面 我们找到闲置的土地呢 大家一起来种菜 号召社区一起来参与这个种菜的活动呢 让社区呢变成一个社区 也就是说呢 可食地景最大的重点呢 不一定不只是在种菜而已 我们发现啊 推斗完之后呢 整个社区的感情 向心里都有个完全不同的发展 大家变成像 变成非常密切来往的左邻右舍 位于新北市永和区 谭安里的可食地景 在市府 里长及里民 永和社区大学的合作之下 已成为具有社群交流 及食农教育功能的原地 而板桥区 新明里的可食地景 持续的配合公益活动 从捐赠 义卖 老人共餐 参访到志工推广等等 成为可食地景做公益的代表 新北市内还有更多的社区 邻里也陆续在响应中 因为在都市化地区呢 那个土地寻觅不易 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把可食地景呢 向我们的阳台还有屋底来发展 一般呢 我们在家里应该会有一些小小的空间 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像阳台啊 或者是窗边 有阳光这样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替自己种一点食物 譬如说呢 像这里的地瓜叶啊 或者是角菜 珍珠菜 那这些植物它都不需要很高的养分 然后有一点点阳光 它们就会长得非常的好 然后你要只要记得定时给它浇水 你就有食物可以吃 那如果我们的空间不是那么的大呢 也可以考虑种一点葱啊 或者是九层塔 在你需要香料的时候呢 随便就剪一点 就可以立刻有一些 一点的香料可以利用 那么在都市里呢 我们最棒的环境呢 就是一个屋顶 那么屋顶是全日照的环境 所以它可以种的植物非常非常的多 那除了一般的蔬菜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屋顶上面种一些水果 譬如像柑橘啦 或者是番茄 那尤其种小番茄呢 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们可以不断地去摘取 这样子的蔬果 那也帮助小朋友可以更认识食物 像我之前可能邻居不大认识 但是因为加入这个团队之后 很多邻里的伙伴都认识了 像我们所有的成果 我们所有的蔬菜啊 都做我们长者的共餐 那我们在收成的时候 我们会请我们长者一起来收成 让他们会觉得说 那是一种自己种就可以自己来吃了 那他们会吃得很高兴 最重要的点就是让整个社区呢 能够大家的关心呢 能够水乳交流 把社区大家有的向心力 左邻右侧是真正的左邻右侧 大美包定来精彩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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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